共機又老了 我們現在吃東西出狀況 然後國安上大家會憂慮 9月17號到18號 兩天的這個時間加起來 總共架次高達103次 創上了歷史新高 有些媒體說是近期的新高 但不管如何就是非常高 而且你看他現在飛的方式 大家已經習以為幹 一開始看到這種四面包圍的時候 還會嚇一跳 現在就覺得也沒什麼 上次還有連這邊都有的 現在國防部還特別講了一件事情 然後他有一段話 引起大家的解讀 他說我們現在嚴密監控 包括他防空 還有援火部隊的動態 呼籲北京當局要負起責任 即刻停止 大家嚇一跳 援火部隊有動態 我們怎麼不知道 都不知道他開始了 國防部叫他停 所以蘇子昀 軍事專家說 由國防部主動來公布 援火部隊在演訓 這是非常非常罕見 這個部隊其實大家熟悉 就在平坦 然後打的就是多管的火箭 射程150公里 打台灣應該是綽綽有餘 而且精準度非常非常高 美國今天軍事上出現了一個 很特殊的話題 他們F-35逆中戰機 造價台幣25億元 逆中戰機應該找不到他 失事的時候是不是應該也找不到他 確實在9月17號 在南卡州裡面出事了 駕駛有活下來 但是戰機墜毀 下落不明 不知道掉到哪裡了 結果他們軍方單位 查爾斯聯合基地 查爾斯頓聯合基地發了一個 在Twitter上面發了一個文 說希望民眾大家幫幫忙找找他 議員說你怎麼沒有追蹤裝置 怎麼可以公開協詢 但我們想說他不就是逆中嗎 當然這是各種直覺式的一個質疑 但是在美國引起非常熱議的討論 議員也不一定對 議員 美國議員軍忙的也滿多的 我們台灣有一個新聞 在台南市中南海的這個艦 中海艦 中海艦它非常有歷史的意義 823砲戰裡面它被魚雷打過 所以它的戰功非常標評 它是功勳艦 但是現在台南市政府有心 要把它做成一個觀光艦 但是狀況很多 我們要花7000多萬去修復他 可是這個標案裡面 原本找了三位退役將領 要來審查他 但是後來他們發現標案出了一些 奇奇怪怪的問題 三位將軍相繼退出 過往德陽艦 他也是因為有做成博物館 但是這一些包括三個裡面 其中一位的史中藝將軍 他看得很難過 他說這麼有歷史意義的軍艦上面 你上面被我放那麼多變形金剛 看了真的是眼淚都要掉下來了 說不好一點 這是在侮辱嗎 這要請教我看 史少將一定覺得難過 因為他知道那個船艦的嚴格 他對他有感情 但是現在因為軍民 就是軍艾民民進軍 他要讓這個民眾能接觸 他真的還是需要一些 就是吸引大家進來 所以其實你也不要那麼難過 就是說就是他總是需要民眾能吸引民眾 來了解軍方 像以前我在空軍基地 每一年開放的時候 他會有一些花絮 他剛剛跟台灣也無關 但裡面放的就是他剛剛的歌 大家來以後就覺得空軍是這樣 這是其一 其二 這個是目前有史以來 一天當中最多共機來台 103架 沒有這麼一天 103架 到底一天還是兩天 這一天 17號到18號之間 對 就是同一個時間 這樣24小時來了103架 而且觀眾朋友你要知道 他是來的就是一個戰鬥編隊 因為他來了蘇凱3010架 殲10 殲11 殲16 通通都是戰鬥機 來四個不同的戰鬥機 然後有運遊機 還有空中預警機 我們戰機總共有幾架 我們 我們比他們少很多 我是說跟103架比起來 103架他是單次來 他同時來 而且你要看這個圖在這裡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是直接主打巴士海峽對不對 其他部分因為海峽中線過去 他再飛就會到林街區 差點繞回去 有沒有 在這個海峽中段跟上段 對 但他下段 他直接穿越了 他已經跑到台東那邊去了 所以我說 他連預警機都來了 預警機就可以掌握我們的飛機起飛 掌握我們的軍艦在哪裡 他可以躲過去 空中的加油機也來了 就表示說 這是一個作戰的編隊 好 這是其一 其二 在平坦的那個火箭炮 他所佈組的火箭炮 他射程是150 大家想說那還好 可是觀眾朋友平坦到台灣 台灣包含了在新竹的南寮跟桃園 一百三一百二十六左右公里而已 他打得到 就平坦他打這個火箭炮是150公里 那一般大家講 台灣海峽應該就一百五一百八 沒有 最短的地方只有一百二十六 那在桃園跟新竹 就一百三上下 他是打得到的 那所以我們國軍 這次才特別這樣子跟大家講 F35這就很怪 因為我們現在抓的是 應該是是美國的價格 因為美國對外賣是一億起跳 我們還買不到 所以如果是一億美金 1.17美金的話 要說他是三十幾億 反正簡單講 他是現在目前全世界最貴的戰鬥機 移架以台灣來講 台北三十六億左右 然後他因為逆中 所以他掉下來 那這事情真的非常怪 因為如果真的掉了 找不到的話 國方 他美國的國軍 一定是趕快去找 可是我是覺得 因為我不是什麼軍事專家 怎麼可能找不到 所以你都沒有設想過 F35被擊落嗎 那你沒有任何自己 就美國自己的軍機 美國自己找不到 他逆中車上去逆敵 我不讓別人的雷達戰車到我 怎麼逆到自己找不到 你自己的車 你自己藏的錢好了 我自己把錢藏在我們家裡面 小套也找不到 連我自己都找不到 那就太會藏了 所以這很怪 然後他又在X 就是推特上面跟大家講 等於是公告全世界周知說 我們現在找不到這架戰機 請問大家在哪裡 這也很怪 因為美國還有 他有很多的民兵系統 他怎麼會 因為他一貼 連我們台灣都看得到了 他在推特上寫 所以大家會覺得非常怪 最後講這個中海艦 因為他是1944年美軍 他漸程落水之後 1946才兩年 就給中華民國的海軍 是我們當時最棒的 所以823的時候 他就是到金門去 跟共軍在撥火的時候 他有被擊中 所以他非常的歷史悠久 可是現在台南因為接了這個以後 他現在久了以後 沒有人要修 他沒有辦法修了 也沒辦法用了 所以大家就會說 這個中海艦現在怎麼辦 沒有人要去執行這個計畫 跟剛剛海軍少將的感嘆是有關的 就是說我們台灣的一些老的軍艦 現在慢慢漸漸的 也就沒有辦法再用了 揚揚請教一件事情 現在傳出來說 我們警察用的密錄器 人家質疑說他們用的零件 居然是中國大陸製造的 台北市警局說要請廠商來說明 有人講說我拍了又不會上傳 可是他剛好就是有Wi-Fi功能 可以把資料傳出去 這絕對有問題 但也有民眾說 我警察拍的不就是交通的狀況 追通氣犯的狀況 中國大陸要這些畫面幹嘛 請教一下 其實我覺得這個不管怎麼樣 如果今天有資安疑慮 都不應該採購 但是重點是要釐清說 如果這個天線的零組件 就能夠主動把相關的資訊回傳 到另外一個 比如說伺服器的話 當然我認為是有資安疑慮的 但就是要釐清說 到底是不是因為是中國製 所以他這個零組件 就可足以直接把你的影像的資訊 傳到這個對岸去 因為為什麼 因為比如說裡面 會有很多大量的 比如說像以前你記不記得 很多的這種辦案 都有密錄器的畫面流出來 大部分都是可能是嫌疑犯的 比如說在互動跟警方的互動 或者是像之前 比如說那個超商 浩克 類似像這種 他們在辦案的整個過程裡面 這樣的錄像 這些畫面傳到對岸去 不見得有 他實際的應用的意義 但是有一種可能是 可以多 變成他們訓練 人臉辨識的一種功能 可以拿來訓練 但是他說是天線 天線可以回傳資料 對 所以我說要去釐清 如果是他牽線裡面 他是有一個晶片 可以直接去回傳相關的影像 就等於說一個 比如說你在傳數 然後他去自動把你傳到 另外一個伺服器的話 那當然不行 我覺得要 但是因為這個零件 他們說整個機組是被 這個命務器是被NCC 我們更多話題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